所以今天上午的这个时兵时代的演练呢 还算是这个整个演习第二阶段的这个尾声 那么今天下午呢进入了这个演习的第三个阶段 就是大规模的这个海上的联合阅兵室 那么我们的记者呢也在现场采访 我们一起通过他的镜头呢再去看一看这个过程 我现在是在沈阳号导弹驱逐舰上 这艘舰是此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的海上阅兵舰 中俄两国海军的高级将领 就是在沈阳号上检阅参演舰艇编队和各型战机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两军的授阅舰艇编队呢 正在缓缓行驶过来 排在整个编队守卫的是两艘中国第二代新型常规潜艇 那么在整个演习过程中 中俄的这个水上水面的这个舰艇编队 以及反潜直升机寻找的就是他们俩 可以说呢一方是极力隐蔽 一方呢是全力搜寻 那么这两艘潜艇呢 水下的静音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都配有先进的信息化系统 作战的火力也是非常先进和齐全的 接下来出场的是中国海军哈尔滨号导弹驱逐舰 哈尔滨号导弹驱逐舰呢 是中国国产的第二代导弹驱逐舰 有着中华第一舰的美誉 在此次演习中呢 他负责这是对两国参演舰艇和作战飞机实施 统一的指挥和协调 应该也被称作是海上指挥所 在舰艇编队驶过的同时呢 我们看到在空中的编队也正在飞过来 他们是参加此次演习的各型战机 排在前面呢是两架不同型号的预警机 紧随其后的是两架苏30战机 四架歼8F战机 四架新型飞豹战机 他们在此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中呢 分别承担着对空对海警戒 空中拦截模拟对舰攻击等任务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三艘现代级的导弹驱逐舰 他们在中国海军的这个导弹驱逐舰中呢 是属于吨位最大级别的 拥有非常强大的火力系统 特别是他们的反舰武器 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 对方舰艇呢是很难拦截到的 接下来是五艘导弹护卫舰 前三艘呢是中国新型导弹护卫舰 他们都是近几年来刚刚投入海军服役的舰艇 并且呢是在以往的亚丁湾护航中 都有出色的表现 这些舰艇上都配备了中国先进的舰载武器系统 拥有全面的对空对海对潜的打击能力 现在行驶过来呢是俄罗斯的舰艇编队 那么打头之呢就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 瓦良格号呢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 也素有航母杀手支撑 瓦良格是配备了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 多枚近远程防空导弹 火力是非常的强大 可以同时拦截多枚来袭的导弹和飞机 紧随在瓦良格后面的呢 是三艘俄罗斯无位级的反潜驱逐舰 这些舰上呢配备了反潜导弹 还有卡27反潜直升机等先进的装备 那么他们呢是对潜艇拥有很强的侦察能力 其中呢这个特里布茨号呢是刚刚结束了 在亚丁湾的反海道护航任务来到青岛 来参加中俄联合海上演习的 最后出场的这几艘迷你装导弹快艇呢 是号称海上利舰 别看他个头不大 但是拥有超强的打击能力 那由于这些舰艇呢是采用了这种双体穿浪的特殊设计 在海上的跑的是非常的快 那军舰外表呢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隐身设计 对方舰艇雷达呢其实是不容易发现他的 所以说在未来的海战中呢 他能够穿透对方的防护网 给敌方舰艇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短短20分钟的时间呢 19艘舰艇和19架战机呢 接受了中俄两国海军高级将领的检阅 这也意味着此次联合演习呢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那么接下来呢双方的参演官兵还将进行总结和研讨 为两国海军的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央视记者黄海海域报道